目前,一是对林庆、新北人村等二级批发市场给予一定的补贴,补偿其与一级批发市场之间的价差,努力降低批发价格。 二是进一步摸清供需两端底数,加大农商农超的对接力,开展化区域分包式合作,促进产区乡镇合作社与萧区的批发市场超市直销企业有机的通包结合,形成长效的合作机制。 三是对全市491个社区蔬菜或是品质销店给予相应补贴,蔬菜实行高进低出的销售。 四是联合价格监督购买和市场监管购买,打击、囤积、居齐、红台物价的行为。 经过相应的保护措施,蔬菜批发价格保持在了较为稳定的水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